我經常看媽媽群組 發現裡面有很多維斯 其中一件事是他們很怕做糖尿的飲糖水測試 他們有一些想法 不如我在飲糖水前的一個星期 不吃所有的澱粉質 打算通過糖水測試 其實Kristal行不行 我以為吃的菜是去電腦的順暢 不是的 沒錯 所以你給點時間去XD 好 我不怪她 我要把她的肥仔教我這樣 好 我現在知道原來要有這樣的轉變 所以如果媽媽都發現自己XD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大力 Hello 我是影響師Kristal 今天我的partner再不是Ivy 就是Kristal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手指狂魔 我很喜歡自己的血糖 Ivy經常說我神經病 我今天一定要決定找專業營養師 來跟我聊聊天 去拆解一下孕婦任神糖尿的迷思 大家開始之前請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個人Facebook和IG 我們現在開始吧 我們第一個迷思 就是很多媽媽都會覺得 任神糖尿可能是我的肥豬豬 才會發生的事 但我是past了 past了兩次 那些瘦的媽媽就是 為什麼是我們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應該說在大家的環期裡面 其實媽媽都希望 給予更多的糖分給寶寶 所以通常那個胎盤裡面 有個胎盤的足數會特別多 那這個慢慢升的時候 其實會減低了我們身體裡面 那個胰島素的作用 所以可能幾個原因 有幾個原因 可能是媽媽本身的飲食上問題 或者可能她本身是先天容易有糖尿病 或者可能媽媽是過重這些種種因素 使媽媽可能裡面的血糖比較高 那她的胰島素本身的功能比較弱的時候 就會容易有糖尿病 所以變成其實都不一定跟媽媽是肥瘦瘦瘦的 那我就經常看媽媽群組 那我就發現裡面很多維斯 那其中一個就是 他們很怕做糖尿的飲糖水測試 那他們就有一些想法 就是覺得不如我在飲糖水之前的一個星期 就不吃所有的澱粉質 那我就打算過糖水測試 其實Krystal可以不可以的呢 其實這個應該這麼說 本身你做糖水測試之前都要空腹的 空腹都起碼八至十個小時以上 那其實那一刻是否可以令你馬上血糖低了 就不一定的 還有可能有些媽媽真的早一點 不吃那麼多澱粉質 其實反而要擔心會容易有血糖低 還有其實那些炭水化合物 澱粉質是給杯胎去成長用的 那可能那一刻你打算過多一個測試 但可能就會令自己的營養會差一點 所以如果真的要超過測試 我就建議要是你一開始 就在華人的時候已經預備了 所有飲食上要照顧好 那就會好一點了 就像我這樣一開始就乖乖地的 就不要臨吉瀑佛腳了 其實那杯糖水呢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甜這麼甜 這麼難喝呢 其實這樣說 糖水測試是要測試媽媽對於葡萄糖的耐力 其實是測試身體裡的胰島素 對於這麼高的血糖的反應 所以本身胰島素的能力 是要看你那一部分的飲食是怎樣 其實它會調節的 所以其實本身 可能媽媽沒有說血糖高的問題 就算她過了這個測試 其實她出來也不會說 我突然這麼甜 我就會出事了 還有其實那個測試她不只是看你 可能喝完糖水之後的血糖 她看完你的胸腹血糖 所以其實你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都其實本身看回身體健康狀況 那其實血糖指標 有沒有一個標準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不同公立醫院的營養師 都有不同的標準 那其實有沒有一個國際性 或者是孕婦可以跟的一個指標 其實有的 如果以健康來說孕婦 她的胸腹血糖最好是低於6 如果她喝完糖水測試 她喝完之後 濃度最好低於7.8的血糖 但如果她本身有孕婦糖尿的媽媽 其實如果她的胸腹血糖 第一 本身已經是多於7 第二 如果她做了糖水測試 她的血糖其實多於10億以上 這樣的標準之下 她就叫做孕婦糖尿 有些人就會說 要完全佔了碳水化合物 其實是否真的不太建議這樣做呢 其實真的不太建議 首先 整個孕婦的孕期來說 那個碳水化合物 是要將它變成葡萄糖 給孩子的成長用 所以其實不吃那麼多碳水化合物 都無形中影響了她的發展 第二 第二就是當我們真的不吃那麼多飯 不白油 可能要是那頓飯吃菜多一點 或者可能正餐之後吃農食 其實變相可能會吸收過多脂肪 容易有脂肪過多的問題 其實一樣容易影響到飲性糖尿的風險 所以其實飲食的調整上面 要吃飯的 其實是儘量平均一天三餐 基本上可能一碗鬆一點的飯 然後加一些菜和菜 因為有時候胃口一般 未必吃到正餐 其實餐與餐廳可以加一些適量的小食 可能是喝一杯脫脂奶 或者吃番薯 或者吃水果 其實這樣的飲食其實都可以 那我用番薯 用麥包 或者用其他東西去代替飯 可不可行呢? 其實也可行的 因為其實番薯或者麥包 裡面的纖維都高 其實纖維那件事可以將 炭水化合物消化的時候 血糖升幅的速度會減慢一點 避免它突然升太多 而且飽肚感又會長一點 所以其實用那些高纖維 譬如開麥包 番薯 熟米 或者南瓜 這些都可以選擇 所以媽媽真的不要以為 戒卡 就可以很健康 我寶寶是要吃炭水化合物的 因為我印早期已經調整自己的飲食 也有刺手指的間中 我發現印早期、印中期、印後期 血糖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到了印後期 我現在七個多 就快八個月了 我還是發現 難一點去按到很低 其實是不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其實應該說我們整個印期 其實媽媽裡面的吸收營養的速度 都會隨著印期的前期、中期、後期慢慢調整 其實應該說我們印期大概第四個月後 就是我們裡面的胃胎成長得最快的時候 即是有些結構、身體器官的時候 其實那一刻的營養的效率比較多 變成了裡面的胎盤 它的胎盤激素會升多了 這件事其實會減低了媽媽體內的胰島素的作用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的飲食上沒有什麼大變 但去到中後期 為什麼好像這麼容易血糖升 就因為那一刻 胰島素的功能相對沒有那麼活潤 所以它對血糖的反應就會差一點 所以你看到打後 其實它就會好像容易高一點 但如果是有看著一個飲食的媽媽 其實給她一點時間 血糖都會慢慢平穩 所以也不用這麼擔心 我也發現是 可能那個星期突然高了一點之後 可能過了幾天 它又正常回復 可能它急速生長 影響著 所以你給它一點時間跌回就沒有問題了 好吧 我不怪她 我還說她的肥仔 但我這樣 好吧 我現在知道原來是要有這樣的轉變 所以如果媽媽發現自己 可能人中後期血糖有不同的變化 也不用太擔心 之後就會慢慢康復 還有就是一件事 可能是媽媽覺得我過了血糖 我就很開心 我要吃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個觀念是否正確呢 其實真的不太好 例如我們生了小孩 其實會坐月 坐月也是媽媽去調理的時間 所以那一刻可能都會喝很多湯水 或者可能飲食上會特別豐富一點 其實這一刻都容易 如果我們不聽話 其實容易有血糖出現 即高了 也會容易有糖尿病這個風險 所以生完也好 其實都要留意著飲食 其實很多媽媽有了獎勞 都會說 你現在有了 有個寶寶在裡面 你要吃很多東西 要一個人吃兩份 其實有些媽媽都會覺得 可以放肆一下 吃多一點 其實是否應該在孕早期的時候 已經把飲食去調整 為什麼不太有任性的糖尿呢 其實應該說媽媽 初初大肚的時候 即是可能三個月之前 其實她要的營養都不需要太多 所以可能媽媽有些都要留意 即是說大肚 我現在要吃多一點 就不用的 即是如果說叫粗略說 其實頭三個月 媽媽每天需要加的 可能叫熱量 我們叫 其實加多一百個靠里 即是大概可以是一杯脫肌奶 或者多一份包 但去到三個月打後 其實開始嬰兒在發展了 但其實要加那個熱量的需求 其實都不會加多三百個靠里 即是可能加多一份三文字 或者可能加多一杯奶 再加一個水果 所以其實要去調節飲食 就真的這樣去看 其實就不一定是吃雙倍 其實是每個週期來講 可能就要每個這個位置 加一點點 那個位置要加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都發現 我其實是跟著我印前這樣吃 也都沒有特別加很多 其實我BB都是很大顆的成出 對 因為我們的媽媽 其實自己的吸收營養會慢慢調節 她會希望把你吃到的營養 盡量給寶寶 所以你會發現 我吃了 我不用特別轉 但寶寶仍然可以成長 就是這樣 要吸收我的 日月精華 日月精華 成長 如果我真的真的中了 其實他們飲食上應該怎樣調整 又或者是否真的我要吃了六七餐 才可以度過這個印期呢 其實如果真的有任性糖尿的媽媽 其實他們吃東西的餐數 真的建議她少吃多餐 而且都要定時定後 因為她吃的時間 平均分佈的食量 可以令到她的血糖沒有那麼容易 是上上膩膩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 他們的飲食的選擇上 都要再留意 都是會說 少些油理東西 煎炸東西 或者一些加工的食品 因為加工的食品 通常會加壓很多糖 油在裡面 可以的是吃一些新鮮食物 還有營養上的價值也會高一點 但如果她說 可能我要怎樣編排吃 其實真的建議她去諮詢營養師去看 Krista 其實我就是乖乖的孕婦 我自己也有搜羅到坊間的餐單 還有看朋友中招的政府餐單 我有些抄考他們 所以我就有一個自己的獨家餐單 但我又經常很怕我會不會吃得太少 或者會不會吃得太多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評價 其實我看你的餐單 大致上也不會太少 反而我挺欣賞你 在中間有加一些 例如早餐和午餐中間的小食 你有加到一些 例如雞蛋 或者可能是生薯 因為蛋白質有飽肚感 變成有些優質蛋白質比較寶寶 在飯方面 我也會想問你 會不會有白飯 還是會自己加一些蔥米 我多數會吃三色米 或者加薄飯 非常好 因為飯要加一些蔥米 這樣可以多一些蔥米 不過飯量 其實你下午真的可以吃 是有接近一碗飯的 可以吃多一點 對 半碗飯我覺得 如果現在的任務來說 是有些少了一點 真的 我下午吃了一個飯糰 你不是減肥吧 不是 但是我又覺得胃頂住 就不想吃那麼多 一些實質的食物 其實有時媽媽可能嬰兒越大 會頂住胃 所以有時正餐可能真的吃不完 其實你下午茶可以加一點 即是將平均分補分 即是我下午茶再加多個飯糰 或者一個麥包 也可以 其實媽媽在印期期間 她容易便秘 其實如果再加多些纖維 可能令她便秘問題會更加大 原來是這樣 對 因為其實我們大肚期間 本身腸的魚動是真的慢一點的 所以其實再加多些纖維 腸就越來越慢 你就會去得更加辛苦 我以為吃到的菜 是去便宜會順暢一點 不是夠 那其實可能一碗 一碗鬆一點其實已經夠 當然也要提起一些菜 加一些油分 沒有八燥 我是八燥 因為八燥其實沒有太多油 很乾紅 如果去廁所你會感覺到 大便是特別硬的 所以怎樣也要加些油分 在蔬菜上 然後我看你晚飯後有個宵夜 其實宵夜 偶爾吃一點雪糕也不要緊 我看你也很節制 只是半杯 當然燒夜 其實都可以媽媽看自己的需要 有時候如果真的不太痛 可以不用加 但如果真的有點痛 才加 我以為整體窗我覺得不錯 其實也不錯 謝謝 大家看回上一條片 謝謝 謝謝你的肯定 今集有很多人是Crysta 讚揚我 對呀你真的很厲害 謝謝 很開心 我們下次可能再有機會 找Crysta聊天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想找Crysta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找她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CLS我們 以及Follow我們的個人Face 以及IG 最重要的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集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